欢迎来到美厅 人到中年 敢和这三种人翻脸 命会越来越好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 有哪些道理 是人到中年后才明白的 底下一个高赞回答 深表认同 不要太善良 该表达时表达 该拒绝时拒绝 才能活得自在 人到中年 走过半生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后才明白 不是所有善良 都会换来他人的善待 不是所有忍让 都会换来他人的尊重 善良有度 忍让有耻 才能在兵荒马乱的生活里 自在前行 一 过度忍让 只会让自己受伤 常言道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学会忍让 似乎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教养 确实 适当的忍让 可以减少一些人际烦恼 但如果事事忍让 反而会让自己受伤 电视剧《知否》里 圣明兰的母亲为小娘 温柔善良 知书达理 为了给家人治病 她卖身到圣家做小妾 本来 以她的姿色和聪慧 肯定可以在圣家夺得一席之位 可她偏偏处处隐忍 不争不抢 以为这样可以过上安稳日子 然而一味的忍让 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宁的生活 反而把她推向危险的深渊 福里下人见她不受宠 经常冷眼相待 同为妾室的林秦霜 见她软弱 处处刁难 有次 林秦霜克扣她取暖用的炭火 导致她每天晚上都冷得发抖 她的丫鬟小蝶起不过 站出来为她争取炭火 却被她拦住 宁愿典当嫁妆补贴 也不愿反抗 女儿明澜心疼她 跑去和父亲告状 她也不敢对丈夫说出实情 反而解释 自己怀孕怕热才不生活 后来 小蝶被冤枉偷炭火 她本想报官查明真相 却因为丈夫的一句 不能报官 继续妥协 承认是自己丫鬟的错 并将小蝶赶出圣家 她的过度忍让 让自己和身边人受尽委屈 也让林秦霜更加肆无忌惮 在她养胎期间 天天给她送补药 害她滋补过度 胎儿过大 在她生产期间 故意不找接生婆 害她难产 最终一失两命 董卿曾说过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很多时候 过度忍让 对方不仅不会适可而止 反而更加得寸进尺 长次以往 只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让自己受尽委屈 越活越卑微 做人 可以心软 但不能处处退让 否则 你的忍让 将成为别人刺向你的刀 二 敢于翻脸 别人才不会得寸进尺 作家三毛 曾在书里讲过一段 她在国外留学的故事 刚到西班牙时 她一直紧记着父母的交代 凡事忍让 吃亏是福 所以她对每个人都特别好 谁拜托的事情都答应 每天帮室友们整理内务 铺床 扫地 擦桌子 洗衣服 半年下来 她成为了宿舍人员最好的人 但她却愈发的不开心 因为室友把整理内务 当成了她的责任 还经常指使她干活 让她帮忙收衣服 烫裤子 卷头发 深夜给她们开门 有天晚上 室友们挤到她床上喝酒 大声吵闹 惹来了院长 院长愤怒地站在门边 吼道是谁起的头 屋内的女孩子全都低着头 不敢回应 看到他们躺在三毛床上 院长以为是她带的头 骂了她一顿 她内心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 以和违贵的念头抛之脑后 当场翻脸 气冲冲跑到走廊上 拿起扫帚往室友身上打 院长极为生气 下令让三毛当众道歉 三毛始终不肯 这次奋起反抗后 室友们再也不敢欺负三毛 反而变着花样讨好她 连院长也主动找她和解 马德说 你可以不去扎人 但身上一定要有刺 生活不易 没有必要为了不值得的人 消耗自己的精力 当别人不停压榨你 触碰你的底线时 要勇敢地扎回去 人心是相互的 你敬我一尺 我便敬你一丈 别人若得寸进尺 那你也不必客气 该翻脸时就翻脸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三 遇到这三种人 翻脸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村上春树说过 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进入你的生命里 遇到下面这三种人越早翻脸越好 一 忘恩负义的亲戚 网友格桑在网上分享过一个故事 令人心酸不已 他表哥18岁中学毕业后 因为家境贫寒学历又低 格桑爸爸便好心接他到北京 借钱给他入股一起做生意 公司每年给他分成 让他拥有不错的收入 自己家人也带他不薄 给他吃好 喝好 住好 格桑爸爸还经常带他出去见识面 在表哥父亲生病后 格桑爸爸也是出钱出力 帮他找了北京最好的医院治疗 支付了数十万的医疗费 然而 在疫情期间 家里生意受到重创后 他表哥却说要撤股 把账算清后拍拍屁股就走了 后来 格桑家生意倒闭 表哥转做直播生意不错 他弟弟去投靠他 却被表哥冤枉搞坏货物 借机赶走 俗话说 饮水要撕源 像这种不懂感恩的亲戚 你待他再好 他也不会感激你 尽早翻脸 一刀两断 才能及时止损 不被这样的白眼狼坑害 二 见不得你好的朋友 演员杨子事业翻红后 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身边朋友看到他活起来后 开始嫉妒他 恨不得他没戏拍 早点过气 培根曾说过 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 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 那些见不得你好的朋友 内心长满了极度的恶之话 在他们眼里 你的优秀 事业的成功 幸福的生活 都是因为运气 他们从不反思 强大自己 而是想方设法贬低你 算计你 这样的朋友 不管你如何真心相待 他都会是你为敌 趁早翻脸 果断绝交 才不会被他拖进不幸的泥塘里 三 爱推卸责任的同事 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里 导师布置了一次回访病人的任务 医学生刘畅 本想遵从老师的建议 和同事高尚一起回访 却被高尚拒绝 于是两人分开访问 刘畅完成了三个病人的回访 而高尚只完成两个病人 在后面导师汇报里 高尚的报告 因为不够仔细被老师批评 但他却甩锅给刘畅 觉得是刘畅为了表现 瞒着自己多做了一个病例 才让老师觉得他不认真 甚至责怪刘畅 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刘畅忍不住气 当场翻脸 直接回怼他 不努力还怪别人 高尚乌烟已对 两人也不欢而散 在职场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爱甩锅的队友 碰到这样的同事 你如果妥协一次 以后就会成为他的出气筒 和杯锅侠 不留情面 直接翻脸 才不会被人骑在头上 工作才能顺心 做人 为什么要学会翻脸 有人回答说 翻脸的目的 不是制造冲突 而是告诉别人 你的底线在哪里 一味妥协 只会被人当成软柿子捏 学会翻脸 别人才会尊重你 人到中年 想要活得舒畅 身上必须长出锋芒 做个不好惹的人 这个世界才会对你和颜悦色 人生下半场 愿你我都能丢掉心软 拥有翻脸的勇气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